1997年夏天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探路者航天器降落在了火星表面 将令人难以置信的符号图像传回地球 但几天后出了大问题 传输中断了 事实上探路者发生了延迟 他一直在运行 但未能完成最重要的工作 发生了什么 原来其调度程序中出现了一个错误 每个操作系统都有一个调度程序 告诉CPU在切换任务之前 要在每个任务上花费多长时间 以及要切换到什么任务 只要一切不出错 计算机在各种任务之间切换得非常流畅 给人一种所有任务同时在执行的错觉 但我们都知道出现问题时会发生什么 这至少会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 原来电脑也会不堪重负 也许了解调度的计算机科学 可以给我们一些关于人类如何与时间斗争 第一个想法是 花费在给工作优先级排序上的时间 是本可以用来做事的时间 例如当你检查收件箱时 会扫一眼所有信息选择最重要的信息 处理完之后你再重复一遍 似乎很合理 但有一个问题 这就是所谓的二次时间算法 对于超出容量一倍的收件箱 这样需要花费两倍的时间 而且你也需要执行两次操作 这意味着工作量变成了四倍 2003年Linux操作系统的程序员 遇到了类似的问题 Linux会按重要性对每个任务进行排序 有时花费的时间比执行任务还要多 程序员的反直觉解决方案 是用有限数量的优先集统 取代这个完整的排序步骤 系统对于下一步该做什么不太明确 但通过花更多的时间取得进展 来弥补这一缺点 对电子邮件而言 坚持始终先做最重要的事情 可能会导致崩溃 如果醒来时收件箱内容超出容量两倍 清除时间可能要长九倍 最好按时间顺序回复 甚至是随机回复 令人惊讶的是 有时不以完美的顺序做事 才是完成这些事情的办法 计算机调度产生的另一个想法 与现代生活中最普遍的特征之一有关 中断 当计算机从一个任务转到另一个任务时 它必须执行上下文切换 将它在一项任务中的位置加入书签 将旧数据移出其内存并移入新数据 每一步都是有代价的 这里的见解是 要在生产力和响应能力之间做出基本的权衡 要把重要的工作完成意味着尽量减少上下文切换 但及时响应就意味着随时做出反应 这两个原则从根本上是冲突的 认识到这种冲突后 我们就可以决定在哪里实现平衡 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案是尽量减少中断 而不那么容易想到的解决方案是分组 例如如果通知或电子邮件需要紧急回复的频率 不会超过一小时一次 那你就应该照这个频率查看通知或邮件 不需要更频繁查看了 在计算机科学中 这个概念被称为中断合并 不是在事情出现时立马处理 例如鼠标移动了 键被按了 更多文件被下载了 系统根据中断 可以等待多久将这些中断分组在一起 2013年中断合并时 笔记本电脑电池寿命大幅延长 这是因为延缓中断 可以让系统一次检查所有内容 然后快速重新进入低功耗状态 电脑是这样 人也是如此 也许采用类似的方法可以让我们重新找回自己的关注力 并让我们回到现代生活中很稀有的事情之一 休息 订阅我们的频道 通过TEDED继续学习新技能 你可以在其中 找到关于如何提高批判性思维 到学习如何解决难度高的谜语 等所有内容的动画 敬请继续关注 永保探索热情 继续关注